救護車貨報趕到桃園龜山這棟公寓前 裡頭傳出有人被刺身亡 救護人員在車上不斷CPR按壓急救 同時間救護車開往醫院 無奈搶救後還是宣告傷重不治 富人遇刺身亡就發現在桃園龜山南上路 17號下午社區大樓傳出糾紛 住6樓的弘性男子疑似不滿 7樓成姓富人跟兒子常常發出噪音 跑到陽台朝樓上叫罵 成姓富人嗆回去後不甘示弱 拿菜刀下樓理論 紅心男子酒後壯膽 拿水果刀應戰朝對方猛刺 富人左側背部中刀長3公分 傷口太深引發氣血胸 失血性休克身亡 沐錦民眾說看到時人已經倒地不起 警方派監視人員到場踩正 居民說社區隔音不好 有可能是酒後誤會引發憾事 有任何樓上的有聲音傳遞的 蠻廣的 所以大家都以為是樓上 事實上有時候不死是側邊 陰樓地板噪音發生激烈口角 陳女池菜刀下樓與紅藍理論 警方調查這兩戶先前沒有因為噪音報案 到場時兇嫌還在場身上濃濃酒味 只是因為口角拔刀相向鬧出人命 也讓社區住戶難過震驚 TVBS新聞廖宗慶女正誠許又翔 陶玉言測廠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